打開的便當盒裡頭筍乾、茄子和白飯 通通被撞得東倒西歪 就像是被砸到地上一樣 一旁還放著警方的證物袋 讓桃園這名網友看得真的好心碎 因為這是他的母親生前來不及吃完的便當 自己本身就在學校擔任廚師 不久前母親還提醒他 做菜給小朋友吃藥健康用心 男子回家後看到這沒吃完的便當飯菜 想起媽媽生前的最後叮嚀 讓他忍不住痛苦失聲 監視器也記錄下當時男子到警局 認領母親遺物的過程 只見他拿走便當盒 接著便蹲在地上酒酒 不能自己實在讓人好心疼 那個便當盒是機車騎士 他的中餐的一個便當盒 是該兒子所購買給的 所以說可能有相當的一個紀念價值 希望男子在臉書上抒發悲痛情緒 直說看到肇事者後 崩潰到不知該說些什麼 只要求他在母親出病前來上香哀悼 讓底下網友好心疼 紛紛留言幫他加油打氣 只是一場車禍讓母子天人有格 母親留下的便當盒 恐怕是兒子心中 永遠無法抹去的遺憾和傷痛 記得利用在黃安俊桃園報導